這台手機的設計真的很有型 不知大家在買新電話時 最先考慮的是它的實際效能 硬件配置、性價比 還是它的外觀設計 以及整體感覺潮流 大家好我是 Ray Ma 今天評測是這台最新的Samsung Galaxy Z Flip 3 Fold 3 接開後再大螢幕 還有一支專屬的S-Pen 因應大螢幕而設的新介面 新功能以及S-Pen的操作 都會有更多講解 加上它是Samsung 2021 年的終極機王 所以押續下一條影片才給大家看 今天評測這個 Flip 3 其實它在定價上8298、8千多元的一部接機 價錢上以及硬件上 整體整個造工都更加主流 更加大眾化的時候 它是否真的值得大家試試呢 首先外觀設計方面 它接起來是四四方方一盒 而它的內螢幕 因為它接了在裸跑時 螢幕裏面就不需要擔心刮花 而且一手掌握我就很開心 那種滿足的緊握感 而今一代它在機身物料上也有升級 在金屬部份用了Armor Aluminium 一個加強了的鋁合金邊框 應該是比上一代再強硬10% 而另外內螢幕也用了新的PET 保護貼 堅硬程度比以往強了80% 理論上它的抗刮力會比以前有提升 但是它仍然是塑膠物料 PET 物料 所以摸上去它仍然會絕絕地 像是塑膠的感覺 有少許指甲會遮蓋到螢幕 其實上面仍然會有很輕微小的胸部 但開了螢幕後就不太確實 另外有關螢幕的內容度方面 我之前看了一條Jerry Cavithing 的影片 實際硬度上沒有玻璃那麼高 在螢幕保護貼上 建議大家仍然會小心一點 不要用衣服去搓螢幕 而另外摺行方面 其實仍然會看到有少許的 起伏不太明顯 其實開啟螢幕後 在日常使用時不太確實 除非在射燈或關掉螢幕後 全黑的顯示 某些反射角度 你會看到折射有起伏 都可以摸到 但未至於影響到螢幕 顏色顯示及光亮度的顯示 在中間摺疊的位置 沒有任何偏色或偏暗的情況 整個螢幕的均一性上 光亮度及顏色上都不需要擔心 而另外在機身外殼方面 玻璃面板用了最新的Gorilla Glass Victus 它的抗刮力 日常使用時不需要太擔心 它容易刮花這些問題 而至於說到這部機的外殼玻璃方面 這個外螢幕由Ju通設計 反光鏡面 下面其實是一個1.9吋的螢幕 比上次Flip 上一代大了4倍 上一代只夠顯示 notification icon 加幾顆字而已 但這次大了很多 所以它可以有幾層的顯示 另外就是它可以用來自拍攝時 你會看到它更加大 還有這個外螢幕是可以做到拍片的功能 其實用來幫人拍照時 這裡也有Dual Preview 功能 按住這裡 然後在這個鏡頭上 就會看到一個顯示 對方也會看到自己的樣子 我亦可以幫自己用主鏡頭來自拍 或者我可以用它來拍片 因為這次它有拍片的支援 對方的影片 對方的Dual Preview 功能 可以在這裡拍片 對方的影片 現在已經在拍片了 看看Dual Preview 位置 其實無論是Z Flip 3 還是Z Fold 3 它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比起其他手機 就是這樣放了一半 接著開啟相機APP 我可以這樣做一些視頻 例如Zoom 、Skype 或是直接拍照 其實是很方便的 至於轉軸方面 這次有20萬次的耐用度 在Samsung 的Lap 內製作 實際上它是很實正的 再加上這次機身的金屬物料 金屬邊框部分 用了一個比較垂直的方正設計 以及它用了磨砂的質感設計 所以拿上手時 有多了一份方正和紮實的感覺 至於其他硬件配置方面 這次在底側有USB Type-C 插口 支援15W 有線充電 另外是雙喇叭之一 這次在Flip 3 上終於有雙喇叭 前置聽筒這部份 能夠組成雙喇叭 亦支援 Dolby Atmos 的音效 另外在右側有電源鍵和紮紋掃描器二合一的按鍵和音量鍵 不過這部機開啟後是比較長的 電源鍵和音量鍵放到超級高的位置 我經常需要這樣切換我的手勢 去達到觸碰到音量鍵 另外左邊有Nano SIM 卡插槽 它是不支援 MicroSD 插卡 亦不支援雙卡 雙待 這是單卡的手機 最後針對硬件上 這次是支援 IPX8 的防水 官方的評價是1.5米的水深 持續使用30分鐘 大家要注意有雜質的水 尤其是泳池水或鹹水 都會對機身的零件造成某程度的傷害和修飾 但在清水方面 它有 IPX8 的防水級別 如果用到這部機吃完寒燒很油 可以用清水洗一洗 去抹一抹抹它 應該沒什麼問題 至於最重要的一環是這塊螢幕 這次最大的提升是120Hz 主螢幕 上一代是60Hz 而它的 aspect ratio 方面是22 比9 1080p Full HD Plus 的解像度 以及最高光亮度在 HDR10 Plus 的內容顯示下 能夠達到 1200 Nits 12 Nits 我在街上用過 剛好這幾天很大太陽 是沒有問題看到的 而針對這個22 比9 超長或闊的螢幕 其實因應 Multi Window 的操作 我發現是非常好用的 上面開一個 YouTube 這樣 然後下面開了 Internet Browser 剛剛好看完整條影片 然後下面有一個完整的 16 比9 的畫面 甚至我開鍵盤的時候 它完全不會彈出影響我上面看影片的地方 或者將它橫放的時候 其實兩邊的 Multi Window 都有一個正方 相對比較大的空間去做 Multi Window 所以其實這個長或闊的螢幕 其實做真正的多工是非常好 而再特別值得一提 在功能方面 這次 Samsung 其實是 Lab 裡面 Advanced Features 進階功能 然後實驗室功能裡面 其實有 Multi Window For All Apps 的功能 強制將所有應用程式都支援 Multi Window 的功能 至於效能方面 這次這部機用 Snapdragon 888 處理器 以及 8GB LPDDR5 RAM 在 Geekbench 5 的跑分方面 第一次有 3,500 分 到最後有 3,100 多分 它有輕微的降頻降溫 但反而這次在 Flip 上控制得不錯 它的降頻幅度不大 而跑完 5 次 Geekbench 5 之後 就是機背頂側外螢幕方面 是有微溫的情況 而另外在 3D Mark 方面 針對 GPU 的跑分 它也有 7,600 多分的成績 然後到最後一次也有 7,000 分 降頻的幅度也不大 而它的效能和其他手機的比較 這個表列你可以看到的 整體 Snapdragon 888 處理器 Adreno 660 GPU 和 8GB RAM 使用任何大型遊戲都沒有問題 而再加上超長的闊螢幕 如果你的遊戲有支援好像 LOL 其實都頗正的視角看起來很闊 現在再用統一的開啟速度測試 打開同一樣的 8 隻大型 Apps 和遊戲 第一回合的速度可以看到 Flip 3 和其他主流旗艦手機的速度分別 第二回合在 8GB RAM 系統之下 它仍然可以保持到所有大型 Apps 和遊戲背景執行 Apps 的切換都是現在主流旗艦手機的速度 效能上和多功的表現 這部 Flip 3 也足夠了 到相機方面 這次 Flip 3 是主鏡頭和超廣角鏡 它並沒有遠焦鏡頭 其實我跟 Fold 3 做了一些相機比較 但之後這兩部相機會有一條比拼片的 到底你應該怎樣選擇呢 但今天我們先看看 Flip 3 拍攝的日拍和夜拍 其實 Samsung 的運算是將所有現場環境 因為它支援 Auto Scene Detection Sine Optimizer 它可以因應藍天會令藍天更加藍 野食時會令食物的顏色更鮮豔 會更加討好 這些的微精 有部份人認為是微精 但相信對於絕大部份的普通消費者來說 一看到照片就會覺得食物超美 而且藍天很藍 用來放 IG 是非常 IG 的照片 但在象徵度上來說 它未必是最忠於原色 但它是一個很方便 任何光源 任何光源都可以有很可靠的照片 現在有一艘船很漂亮 它看起來很穩定 最後電池續航力方面 3300mAh 的電池 在 Flip 3 6.7 吋螢幕 不算大 不過 5nm 的處理器 功耗上有望可以減低一些 所以繼續用同一電池續航力測試 用一小時的時間玩Facebook 看一小時YouTube 最後玩一小時的 League of Legends Wild Rift 用一半的光亮度 現在的表列可以看到 它跟其他手機的電池耗用量的比較 越低是越長的作用力 總結 這次 Flip 3 的造工 非常紮實 沒有任何擔心的地方 都在實用性上 它有現在旗艦機的效能 旗艦機的 12Hz 螢幕 還有顯示效果 雙喇叭 亦有一個很可靠的成像效果 但是這部機仍然不是頂級旗艦的硬件 包括 8GB RAM 另外雙鏡頭 沒有超微距鏡 沒有遠焦鏡頭 另外 3300mAh 的電池 以及 15W 的充電速度 另外這塊螢幕 非常漂亮 還有 120Hz 保護鐵 PET 物料強了 80% 比上一代 但是它仍然是塑膠物料 也仍然是有刮花的可能性 或者在螢幕貼更換上 有待後可以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為止 給大家看看官方保養方面 所以到底這部機值不值得推介 要看看你本身買手機時的考慮點是甚麼 如果你是實用性為主 要追求最強的效能 硬件 性價比最高的話 我想市場上有很多不同牌子的手機去選擇 但相反 如果你除了效能方面有高的要求 你亦都需要一個漂亮的造工和漂亮的機身 而漂亮的造工都滿足不了你 你想有一些 Wow Factor 拿一部機出來的時候 會成為朋友之間的焦點 或者你喜歡走在科技最尖端的潮流的感覺 而這部手機的外觀設計和能夠接這個 Form Factor 它絕對會比起一部性價比手機 同樣規格 但便宜很多的手機 在外觀上 和上手的質感 令到每一天使用時的心情會很不同 這就視乎你重不重視這方面的使用體驗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會有更多關於今次Samsung接機的遮蓋 包括接下來會有Fold3的深入評測 繼續默設留意和訂閱這個頻道 下次再見